失踪成哥的家屬再度来到河边招魂 杨荣天的儿子低头烧纸钱 其他亲友也都到场 承承泰的女儿也到场住道 不停回想父母生前恩爱出游的景象 甚至后悔在父母来台观光前 还和妈妈大吵一架 现在妈妈过世 爸爸还不知道下落 让他更加难过 在事故现场 我们还是以这个医治型的方式 来做地产师的搜索 那今天会带一个大概是 两三公尺的钢筋来做一个搜索 追击点河面上救难人员 用黄色符球标记出六个热点 下方有异物将会徒手开挖 救难人员也找来两公斤长钢筋 不仅比竹竿更艰苦耐用 探测深度也更深 更有利于搜索 但现场挑战还真不少 小不过外上面它要掉上去的话 它上面也有一个钢筋 那很容易过到我们这个东西 比想象中的困难一点 有点像大海老准 而且底下其实蛮浑浊的 其实就是 只能靠感觉吧 海冷天气也让不少救难人员挂病号 其中北市消防秀山分队小队长宋启明 更是在执行第一天搜救勤务后 出现身体不舒服的症状 就医才发现罹患肺炎 强制住院治疗 富航空难10号下午举行头期法会 富航董事长林明生到林棠致意 仍旧不发抑郁 身旁工作人员还一度和媒体发生推急冲突 全国将判其向罹难者致哀 事发第七天还有三名乘客下落不明 救难人员即使都快要病倒 还是苦撑只为了叛道好消息 记者旅游生刘世伟张若云罗立云S1潮组台北从报道